这款懒人早餐,我家一周吃八次都不腻 你要是学会这个做法,恐怕你家里的面粉都不够吃 5分钟解决了全家人的早餐 葱香浓郁,外酥柔软 做法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准备250克40度的温水 倒入3克高活性酵母 2克无铝泡打粉 下面再放一个蛋清 充分的搅拌均匀,激发出酵母的活性 然后倒在400克面粉中,边倒边角 先挑成面絮 面絮挑好以后,下手把它活成面团 最后活成这样的,偏软一点的面团 这个面团不需要醒发 再让保鲜膜松弛5分钟 下面碗中放入一勺面粉 两小勺食用盐 一勺鸡粉 再放两勺,难得调味品 再切点葱花 切好以后 放到调好的面粉里面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葱花这样烫一下,颜色更鲜绿 吃着更浓厚 搅匀之后,这个油酥也不要调得太稀 像这个程度就可以 这个时候,我的面团也松制好了 放到案板上 再揉面三七二十二下 最后把面团揉着像这样光滑细腻 再切成三个面剂子 先取出一个 再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好之后,面团上面和下面都撒入干面粉 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片 这个面片也不要擀得太薄 把它擀均匀 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就可以了 上面放入我们调好的油酥 用个小刮板,把它摊开抹均匀 抹均匀之后,将面片的两边 搁切半刀,将最后这一头留宽一点 像这样一片压着一片的把它遮到一起 然后往中间一卷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遮到上面 遮的层次越多 做出来的饼层次就越多 最后将这个大边包到上面 像这样抹得油酥,包得特别的严实 然后再拿起来将两边这个口捏紧 捏好之后再整理一下 团成一个圆形 再把我们手上沾点水抹到上面 盘子里面都倒点黑芝麻 将沾水的这一面放到芝麻上面 均匀的沾上一层芝麻 放到案板上,先用手按一下 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圆饼 翻过来两面擀 看一下,擀成这么大的圆饼就可以 一次全部做好放到盖链上面 上面盖上保鲜膜 给它醒发10分钟 准备一个电饼档,预热倒油 先把做好的第一个生坯放进来 在上面也抹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烙2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这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饼 醒发的非常的绚软 把它翻到另一面,漂亮 再次盖上盖子,烙2分钟 中途多翻两次面 两面烙至金黄 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这时候的饼用铲子轻轻的一按 立马回弹 像这样这个饼就熟了 有没有缠到视频前的你呢 接着把下面两个也一次烙出来 同样的方法 中途多翻两次面 两面煎至金黄 这个饼一个比一个漂亮 缠到我口水从眼角都流出来了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表面是多么的酥脆 用刀一切酥调渣 端上桌,再搭配一碗小米粥 或者是一杯牛奶就可以和家人一起享用美食 饼的里面层层分明 葱香浓郁 咬上一口满嘴都是芝麻的酥香 非常的鲜软 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 做这个饼 我们可以头天晚上把面和好放到冰箱 第二天早晨放到电饼那里烙一烙 五分钟就能出锅 简单又省时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 懒人早餐饼的做法你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动动您发贴的小手 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咱们下个视频